轻轻切开后,再轻轻压下去 很温柔地用阴力切开,才会完整的皮蛋 炒过的蔬菜,加了醋 基本上这个汁是耐用的 你敢煮我敢教,今次做一个常备菜 就是这个村味尖椒皮蛋 够了开胃,对吗? 想看这个视频的话 麻烦大家要做一件事 在我们的理系主厨的Facebook 给个赞好,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首先我们要先处理好皮蛋 皮蛋回来,我们有很多宿殼 我们就先洗掉它 剩下的皮蛋就可以把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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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蛋蛻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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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頭去尾,選擇 裡面的紙,我們叫做辣椒人或辣椒紙 因為辣味在這裡,吃起來會很硬 我們把大粒去掉,留在油和紙天椒 切一些粗條出來,讓它淋在皮蛋裡 有些質感,比較好看 接著到紙天椒 紙天椒的辣味在辣椒紙裡 要留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麼多材料呢? 因為我們想把這個川味的尖椒汁 變成一個常備菜的汁醬 不要切得太碎了,這樣才過癮一點 我們現在去做醬料 我們做的醬料有兩個方式 你可以生拌了這些材料 用來造成醬醬淋上去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常備菜的醬 煮一煮生料,譬如我們的蒜蓉 還有這個辣椒 炒一炒,它耐用很多 首先不要加油,先把水分煮一煮 乾炒一煮,它就把草青味 散了之後,保存質感 沒那麼容易就散了 好,煮一煮之後 接著就給我們的粟米油 好了,這個是川味的尖椒汁 其實我們今天用來做皮蛋 其實做了這個常備汁 可以用來淋去豆腐、茄子、青瓜 甚至秋葵都很好 好,接著炒一炒的時候 香味和熟了 就可以加入調味 關火 首先我們可以加入生抽 再加入魚露 川味,我們加入陳醋 加入醬酒 還有辣椒油 這樣就夠了 接著這個花椒油 我們可以遷就自己 喜歡吃的,多加一點 有些人對於花椒油比較敏感 所以它未必要加入 麻油 當然不少的是我們的糖 我們趁鑊 暖暖的就可以 把它拌勻 應該就可以融化 其實是融化了糖 炒過蔬菜 加醋 基本上這個醬 就是耐用的 老陳醋其實是山西漢族 傳統的產品 這個陳醋含有醋酸 有修煉的作用 不僅可以抑制細菌繁殖 甚至殺死食物裏的部分細菌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搶炎和改善便秘 聞到的味道 多開胃醒為 人都比較聰明 這個川味尖椒汁 顏色又漂亮 而且食物是非常聰明 非常聰明 嘩 是否好呢 食物更聰明 不過我們都沒有說過 這是常備菜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汁醬 做多了 可以放進瓶裡 可以保存 隨時拿出來用 做好了 這個是川味的尖椒汁 這個汁也不錯 剛才我們煮過 還有很多油在上面 加上醋 保存非常好 不錯 下次又可以做豆腐 做茄子吃 仔細菌 不停 做茄子吃 有了 積蓋 現在很香 做茄子吃 要這樣做 成功 中餐 這棍子按下